说感冒如何治疗 感冒是个常见病的胳膊里头 痛风什么原因都可以造成感冒 感冒以后很比较难治 因为它是个病毒性感染 我们看到有什么症状 因为它主要是个病毒性感染 所以我们通常可以看到 鼻腔的粘液 浓性复明物很讨厌 在一个复明物之后造成个鼻头发红 最后那个爪子再一张 脏脏的爪子一抓 就变成了所谓黑鼻头 伴出来的大碰底 还有一个麻烦 伴出来的结膜炎 发烧 最后呢 还会合并细菌感染 因为病毒感染会免疫水平降低 那一般都会合并细菌感染 这也是我们可以治疗的一个地方 那么感冒以后 我们如何来解决它 那么因为感冒是一种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 我们现在没有特殊的治疗药物 那么病毒感染呢 容易导致鸽子发烧 对那些发烧比较严重的鸽子 你需要考虑退烧 出现合并细菌感染的 你就需要针对感染源 来进行抗生素治疗 下面来看看治疗方法 退烧呢 我们给它推荐的这一块 佛尼辛普甲氨颗粒 那这一款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退烧药 大家可以选择这个办法 那边鸽子退烧 可以按照这个使用方法 每次用500毫克 我们如果口服单只呢 每次给它20毫克 关于它细菌感染这一部分 我们给它推荐用这个 头包塞夫纳 这个呢 现在是比较容易买得到的 一个受用的 控制感染的一个很好的药物 一般呢 每只鸽子按照10个毫克 连续给药3到5天 一天两次 按照这个办法 那么如果鸽子感冒了 可以按照我们刚才 推荐的这种办法 控温抗生素 另外呢 因为对病毒 我们没有太多的办法 如果你有这个 比如说可以解决它 提高免疫力的 比如说黄芯多糖啊 或者诸如此类的吧 能够提升鸽子免疫力的 你也可以给它使用上 以便帮助这个鸽子 尽快去恢复 谢谢大家